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我们来讲人体隐藏的潜能 远古的人类也能会像鸟儿那样有翅膀,可以飞翔吗? 为什么众多远古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关于人类飞翔的记录呢? 那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人能够像鸟一样飞翔呢? 在古代南美阿斯特克的神话中,曾经记录了一段这样的故事 阿拉曼正在农田中干活 突然从半空中伸下一只巨大的爪子 蓝腰就抓住它,飞上天空,越飞越高 同时有个声音就问它,你看看现在天空到底像什么? 大地到底像什么?人又像什么呢? 于是阿拉曼就回答,天空像一块大蓝布,地球像农田,而人像小老鼠 又飞了一会儿,那声音又问,现在天空像什么?大地像什么?人又像什么呢? 阿拉曼又说,天空像锅盖,大地像糕饼,人像蚂蚁 又飞了很久,声音再次发问同样的问题 天空像什么,大地像什么,人又像什么? 阿拉曼再次回答,天空像黑布,大地像篮球,人已经看不到了 这显然是一则神话故事 而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古书上也是有过的 但到了人类发明飞机并乘坐飞机飞上天空的时候 尤其是1961年,苏联的飞行员加加林和他的东方一号宇航飞船 首次飞出地球之后,这则神话故事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 加加林坐在宇宙飞船中,从地面升空后,然后慢慢地飞出地球,进入太空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亲眼看到太空和地球全貌的人 他一周之后顺利回到地球,有朋友就给他看了那则阿斯特克神话传说的故事 那加加林当时非常惊讶 因为在故事中,阿拉曼所描述的这些东西的比喻 与自己在宇宙飞船中看到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显然,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锅盖、黑布、篮球这样的比喻 因为人类在飞出地球之前 并没有人知道在距离地面几万米的高空时 蓝色的天空会逐渐地变成黑色 而只有在太空中,天空才会变成黑布 那至于蓝球,当然是地球的全貌了 可问题是几千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准确地说出这些描述的呢 难道当时的古人就已经有飞上太空的经历了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印度的考古学家们在1965年发现过一幅巨大的石雕 描绘的是印度2000年前的恒河流域的曼达尔平原的景色 完全是用高空鸟看的角度汇聚而成的 可当时根本就没有直升机 人们怎么能够从空中来绘制它呢 早在公元前九世纪 古英国的布拉德国王就制造了一副飞行翼 并试图从伦敦的阿波罗宫出发 可不幸的是它刚飞出城堡就坠地摔死 这可能是有关于人类模仿鸟儿飞行的最早记录 在1503年,意大利的工匠丹地也用自制的双翼 从高山上跳下进行飞行实验 虽然没死,但也摔成了终身残疾 到了1507年,英国人达米安从苏格兰斯特林的城堡纵身跃起 想要飞向法国 结果落在了城堡下面摔断了双腿 因为人没有翅膀,肯定是不能够飞行的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就说过 人和鸟类等动物都有共同的祖先 而远古时期,大家都先是四族动物 只不过在地质演变的过程中 陆地越来越少,大海越来越多 所以那些四族的动物被迫下海变成了鱼 有的被迫上天变成了鸟类 翅膀就是四族动物,前族变化而来的 现在我们从十族鸟化石中还能够清晰地看到 它的两个翅膀上还有完全没有进化掉的小爪子 在希腊的神话中 雅典城的能工巧匠笛达罗斯很擅长雕刻 它雕刻出来的雕像就跟活的一样 而且它还擅长工程技术 对建筑以及制作各种工具格外的偏爱 迪达罗斯到达阿提克旅游的时候 不久又来到了克里特岛 同时还有他的儿子伊卡洛斯 迪达罗斯被克里特国王奉为上兵 要他为这里的人生牛头怪造一所逃不出去的宫殿 迪达罗斯用他的天才造出了举世文明的米诺斯迷宫 但米诺斯担心迪达罗斯再为别人建造同样的东西 于是想杀掉他 迪达罗斯提前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就悄悄地用巨鸟的羽毛按照长短有序的排列 再用蜜辣粘上做成了一大一小两对人造的鸟翼 在夜空之中起飞前 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说 不能飞得太低 否则海水会把翅膀弄湿 但也不能飞得太高 否则太阳光会融化蜜辣 我们只能够在太阳和大海之间飞行 等到达希腊我们就安全了 就这样迪达罗斯父子用人造的鸟翼升空而起 他们飞离克里特岛越过萨摩斯 一直向希腊飞去 到了白天 伊卡洛斯越飞越高兴 唱着歌儿越飞越高 迪达罗斯在后面大声的警告 但是无奈他追不上儿子的速度 结果强烈的阳光融化了米拉 翅膀从伊卡洛斯的身上就掉了下来 伊卡洛斯也被汹涌的大海吞没 这则故事典型的就反映了古人对飞行的探索和向往 那在中国有更多类似的神话 比如说嫦娥奔越啊 孙悟空啊 但是根据生物学理论呢 人要是想会飞呢 就算前肢突然变成了翅膀 至少也得有一米多宽的胸肌 才能够为翅膀提供力量 而鸟类的骨骼中间是空心的 里面充满了空气 全身的骨骼呢 只占总重量的6% 而人类占了将近两成 太沉了嘛 鸟类的头骨呢 是完整的一大块 全身所有的骨络之间呢 拥有天然突出的小钩相互连接 保证了飞行时全身的稳定性 这是几亿年来长期进化的结果 并不是按上翅膀 我们就能够飞起来的 这还没有把移动时 血液的惯性以及适应性 和其他因素计算在内 因此人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想要借助翅膀飞起来的可能性 几乎为例 既然不能够用翅膀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让人类可以升空呢 也不是没有 因为早在20世纪初呢 就有人目睹过神秘的人体漂浮书了 在1910年 英国著名的探险家 彼得亚巴尔呢 到缅甸北部的丛林考察时 他就来到了一座 处于偏僻山区的大寺庙里 这里的一名老僧 每天早晨都会在寺院的门口 盘腿静坐 然后身体呢 慢慢的升空 大概有十几米高 在丛林上空飘了一大圈呢 几十分钟之后 才会慢慢的落地 而亚巴尔被这一幕啊 彻底惊呆了 连忙当时用相机 从不同的角度 偷拍了老僧空中漂浮的镜头 回国后呢 他在英国的卫报 就发表了这些照片 但大多数的科学家和学者呢 根本就不相信 觉得那只是亚巴尔的幻觉 或者说是中了巫师的障眼法 而亚巴尔呢 也坚决否认 他说我当时的头脑 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看到了东西 很真切 最主要的是 那名老僧 在坐这个高空漂浮时呢 并不知道我在旁边观看 我只是暗中观察他 那些什么障眼法之类的 他说 我觉得很可笑 在1912年呢 法国的探险家 欧文罗亚尼 来到了尼泊尔和西藏交界的 喜马拉雅山一带考察探险 为图安全呢 他当时顾了一名西藏的喇嘛 做向导 而这名喇嘛在走路时啊 竟然可以脚不沾地 就像在空中漂浮一样 喜马拉雅山呢 因为积雪当时非常深啊 所以罗亚尼的脚 每前行一步都会陷在这个血里 所以他走得很艰辛 而这名西藏的喇嘛行走时啊 几乎呢 脚不沾血 非常的轻易 不时呢 还能拉他一把 他说最神奇的时刻 就是两个人来到了 两百多米啊 大峡谷 要是从别处爬山越过这个峡谷呢 需要浪费大半天的时间 而上山又无路 非常危险 随时呢 有可能跌下峡谷 不死呢 也得半惨啊 所以这个罗亚尼的无奈啊 想打道回府 这个时候突然喇嘛呢 弯下腰 把罗亚尼呢 背在了身上 告诉他别害怕 把眼睛闭起来 还没等这个罗亚尼表态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身体已经轻盈的飘起来 仅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呢 就越过了峡谷 来到了对面 而罗亚尼完全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信 当他返回法国之后呢 罗亚尼赶快就把这个喇嘛在空中 漂浮的照片以及奇遇呢 写成文章 登在了巴黎时报上 很多读者呢 都不相信 觉得那就是探险家在写天方夜盘般的小说嘛 一取悦读者 在1986年的9月呢 美国的物理学家卡莱曼教授呢 和印度著名的生物学家 米巴尔教授 以及人体功能学者 雷曼尔博士呢 来到了位于印度北方的偏远山区 纳米罗尔村探险 同去的呢 还有美国的科学与生活杂志的记者 史密斯 村中呢 有位60多岁的老人啊 叫巴亚米切尔 40多年以来呢 一直在修炼瑜伽 在三人的要求下呢 米切尔老人同意表演啊 漂浮书 当时这个雷曼尔博士等人就把录像机和镜头啊 各种探测仪器都安装好 米切尔老人盘腿坐在一张博毯之上 过了三分钟之后呢 身体开始轻盈的上身 这个时候探测仪器已经监测出啊 米切尔身上喷发出一股气流 把它拖起来的 当伸到很高之后呢 老人伸出双臂啊 就像鸟的翅膀那样 身体呢 也开始慢慢的旋转 大约漂浮了半个小时呢 米切尔的身体就开始浮动 紧接着缓慢的就落在了陆地上 当三人问这个米切尔老人啊 是怎样练成这种奇妙的功夫的时候呢 米切尔认真的说啊 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 只有精神高度集中呢 才能够将人体内的巨大的潜力 释放出来 当然了这些话呢 并不能够解除科学家心理的疑问 因为人体内的潜力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能够突破物理学的万有引力的定律呢 那有一些案例呢 就是人在危险的时刻啊 就会爆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潜力 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些肾上腺素 能让普通人瞬间变成超人吗 为什么在紧急关头 竟然能够跨越四米宽的裂缝 这种潜意识 是否可以在训练中啊 经常使用的 人的潜能究竟有多大啊 恐怕没有最准确的答案 而且大多数人啊 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每每到了危机时刻呢 很多人经常会突然的爆发出极强的 连自己都害怕的潜能 在1965年啊 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城呢 有一名25岁的姑娘 长得非常漂亮 但在5岁那一年得了一场大病 之后就变成了哑巴 20多年来呢 一致无方 后来呢 他的父亲准备把他嫁给 本地的一个大他近30岁啊 很有钱的丑老头 而没人把那个老头 带到了姑娘家中来相亲 在见过面之后呢 姑娘的父亲啊 对丰厚的这个礼物很是满意 当场就宣布 让姑娘嫁给老头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姑娘突然讲出了 20年来的第一句话 不可能 他说我死也不嫁给他 其实这种情况呢 早在400多年前的英国啊 就已经发生过了 在英国古代的文献 《康乌尔俊记事》中啊 就有过记载 讲的就是康乌尔俊的 某农场的女儿 得了一场怪病 他在某天呢 因为劳累过度 而生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但是从此之后呢 两只胳膊啊 就永远放不下来了 很多名医都没能治好他 后来从约克郡 来了一名乡村的医生 他在了解过情况之后呢 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啊 这个姑娘呢 是被树林中的幽灵蜘蛛给咬伤了 我必须用针呢 去刺她的肚脐 放出毒血呢 就会好了 而且呢 现在就得治 说完呢 医生就伸出手啊 去解这个姑娘的长裙的继带 姑娘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啊 说你在干什么呀 上前伸手阻拦 但是已经晚了呀 医生已经把姑娘的长裙的带子解开了 当裙子急速滑落的时候呢 姑娘迅速满脸通红的 用双手抓住了裙子 就这样呢 医生就治好了姑娘的病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连医生本人也说不清楚 难道这就是人体被激发的一种潜能吗 这两件事情啊 好像都是偶然的事件 其实偶然之中呢 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 现代心理学就认为呢 由于种种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啊 人的大脑呢 始终是处于一种意志的状态 因为人们长期无法使用自己最大的能力 而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之下呢 这种意志呢 会被瞬间解除 隐藏在人体内的潜能呢 也就会突然爆发了 会产生出神奇的力量 有科学家就指出呢 人的能力啊 有九成以上是处于休眠状态的 没有被开发出来 在1921年呢 德国的戏剧名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啊 在排演一场话剧 但女主角呢 因为生病而不能够参加演出嘛 没有办法呢 她就只好让她的姐姐呢 临时担任这个角色 可是她的姐姐 以前只演过一些龙套的角色 自己呢也很缺乏信心 所以在排演的时候呢 表现很差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 非常的不满意 当时生气的就说 这场戏呢 是全剧的关键 如果我们的女主角 还演的这么差的话 那这出戏呢 就没有办法再往下排演 全场都没有人说话 她的姐姐当时感到啊 非常的耻辱 那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突然抬起头坚定的说啊 我们再来排练一次吧 排练开始呢 没有想到呢 她的姐姐完全一扫之前的自卑 羞涩和拘谨 表演的非常的自信和真实 像一名啊 久登舞台的艺术家 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呢 就高兴的说啊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又有了一名新的艺术家 而这种潜能 无疑是由屈辱激发出来的 但还无关于生命 而那种在生死关头爆发出的潜能呢 就更令人惊奇不已 有一对瑞士夫妇呢 他们是登山的爱好者 经常出没于啊 世界各地的高山峻岭之中 在1997年3月呢 两个人去爬了奇里马扎罗山 当攀登着安全神 漫目前行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发生了塌方 走在前面的丈夫呢 不慎掉下了悬崖 而后面的妻子的双臂呢 被绳子紧紧的勒住 关键时刻呢 他居然张嘴咬住了绳索啊 好在丈夫的腰间呢 有钢扣与绳索相连 人没有摔死 但也被撞昏了过去啊 而妻子只能用牙死死咬着绳索呢 才不至于让丈夫掉下悬崖 就这样坚持了整整22个小时 你能想象吗 碰巧呢 有另一对登山爱好者经过呢 才把两个人救了下来 当妻子的牙齿松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呢 他的牙龈因为用力过度啊 而完全坏死了 所有的牙齿呢 瞬间都脱落了 而在美国呢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啊 史蒂文呢 是一名居住在西雅图的残疾人 他因为车祸而导致了双腿残疾 已经坐在轮椅上的有20年 他经常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于是只好用喝酒来打发时间 在1998年的7月的一天呢 他从酒馆出来坐着轮椅回家 半路就碰到了三个劫匪要抢他的钱包 他拼命的呐喊反抗呢 居然被激怒的这个劫匪 放火烧着了他的轮椅 然后呢扬长而去了 橡胶制成的轮椅呢 很快就烧成了一团火 当时呢 求生欲望呢 让这个史蒂文忘记了双腿不能够行走 他从轮椅上立刻站了起来 一口气跑了两条街之外 事后呢 史蒂文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就说啊 如果当时我不想着逃命的话 肯定会被烧伤或烧死 但我忘了这一切 脑子里只想着要逃走 当我跑不动而停下脚步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居然又会走路了 之后史蒂文还找了一份工作 身体健康呢 也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四处游走旅行呢 而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奥托曾经就说过啊 一个人发挥出来的能力 最多只能占他全部能力的4%而已 也就是说 人类还有至少九成半以上的能力呢 还没有发挥出来 而著名的控制论 电机人维纳泽呢也说过 我可以确信的说 即便是那种做出了极大辉煌成就的人呢 他的身体潜能发挥也不到1% 科学家们就发现呢 人体拥有巨大的潜能 有的人能够轻易的学会40多种语言 有的人能够背诵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 有的人呢 能一口气拿到12个博士学位 这些人他们的大脑的构造和普通人啊 其实是完全相同 但是他们却激发了大脑的潜能 在2009年的12月呢 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名男子啊 为了救出压在大卡车下的6岁女孩 竟然将大卡车深深的搬起 这名男子呢 叫尼克哈里斯身高不到1米7体重啊 不到85公斤的他 在送女儿上学后回家的路途中啊 看到了一辆柱大卡车的尾部 咬牙把他抬起来 再用尽全力呢 向前推进 让轮胎离开那个女孩 后来哈里斯才发现呢 被压在车下的女孩啊 原来就是女儿的同班同学啊 阿什琳 他连忙把疼得大喊大叫的阿什琳啊 抱到人心道的旁边 再让别人呢 帮忙找女孩的母亲 大家都说啊 他当时仿佛变成了一个超人 当时的阿什琳因为被及时的救助呢 只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一些啊 皮外擦伤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呢 当天下午就平安出院 哈里斯说呢 他当天晚上再次尝试搬动一些 比卡车还要轻的一些汽车的时候呢 根本就搬不动半分 不管你怎样看呢 是肾上腺激素的作用呢 还是上帝显烈 反正呢 他说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而堪萨斯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就说呢 人类在遇到极度危险的时候啊 他们的交感神经会迅速的兴奋 而刺激血压 血糖的升高 呼吸加速 心跳也加快 同时呢 伴有肌肉紧张 这个时候呢 肾上腺的皮质系统会分泌出大量的激素 用来提高血压和血糖 血液中养分的供应会大大的增加 届时人体的器官会得到更充足的能量 人就会更强壮 这样呢 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啊 人在危急的关头的力气会比平时大很多 另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人的交感神经会重新分配体内的血液 尽可能的呢 把更多的血液供输到心脏和大脑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在紧张的时候会脸色发白 我们经常会在电影和小说中看到有一些超人嘛 他们跳得高 力气大 聪明无比 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被大家呢 视为英雄 那现在呢 有很多的军方也开始研制 增强人类啊 各项功能数倍的一些机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呢 人类啊 都会成为电影中的超人呢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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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